都是王硕指的道 他俩人合作一个好梦公司 后来王硕吧也挺不下去了 这冯小刚他们几个拍着电影 要么就票房不佳 要么拍完了播不出来 要么拍两天被叫停 总赔钱 投资人说你们简直就成了毒药了 不敢给你拿钱 这王硕后来也挺不住了 去美国待着去了 冯小刚自己面对这烂摊子 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处处碰壁 就想拍严肃题材的这样的想法 他一想不行 为啥呢 我又不是腕 很多时候别人也不会给我行方便 我的社会资源也不那么够多 干脆我自己先成了腕再说 然后我再拍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他经过谨慎的思考 很痛苦的开始转型 转什么呢 往大众喜欢的娱乐片上 喜剧片上转 这样能获得高票房 能让自己迅速的积累电影圈的人脉 成为腕 所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1997年冯小刚拍那个甲方乙方 那是冯小刚转型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片子 开会 咱们开会 从前一段市营业的工作情况来看 成绩是有的 大家忘我的工作热情也很高涨 尤其是遥遥 你就说但是吧 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确实暴露了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同志们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搞不好是要出乱子的 秦老师 我觉得呀 咱们这是服务性行业 这个顾客就胜利 是怎么转的 他当时这个电影公司也没人给投钱了 这怎么办 想来想去找哥们吧 找谁呢 找张和平 张和平后来到这个仁义当了院长 那个时候呢 是北京紫禁城野公司的总经理 张和平说你要投资也行 但是公司毕竟不是我的 我就是总经理 这有风险的 你得拍下能卖钱的 冯小刚说可以 他就选了甲方乙方这个本子 然后把这本子选了之后 说我觉得这个喜剧店上能卖钱 说这样 我压生一宝 我干着活 导演啥的 我都不要工资 最后呢 电影票房呢 出来之后 如果真赚钱了 我分红行吗 在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啊 这还真是胆挺大的 你想就我 如果电影卖不出去 那可能最后他就 一笔钱没有 白干了 所以他自己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 都堵到这个电影了 所以这样呢 紫禁城野公司投资 拍了这个甲方乙方 那么为了这个电影啊 冯小刚可以说 真是把自己的 就是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上 因为他知道 如果这个电影不成功 自己的理想主义电影之后 就此就卸菜了 什么也不用谈 所以他这里 他为了省钱 因为紫禁城野公司 出了三百四十万 再多了也拿不出来了 所以冯小刚呢 当时呢 就利用自己的这人脉 射这张脸 到处求人 你看里头有很多演员呢 都不要钱的 都是冯小刚朋友 像那个里边刘振云 作家刘振云 在里边演个角色 还有他那朋友 叶晶 演那个 自己 说 我一天吃山盖海味吃腻了 要到农村吃 结果之后 把农村鸡都吃 差点成花火啊 那油老板 就叶晶演 这都是他朋友 来了白黑眼 哎呀 你们可来了 油老板 都快变成黄树狼了 一到夜里 他俩眼睛就发绿光 他现在想吃肉了吧 他连耗子都吃了 就差要吃人呢 那咱院子里的鸡 是不是都让他吃了 全村的鸡啊 他都没饶了 来来来来 去跟上就告个别 来 我 我早就跟乡亲们 告个别了 我 我天天跟村口 这土窑子上 我盼着你 不来接我 我这回说什么 也不下这车了 告诉你 甭想把我给扔一下 不光这样呢 这里边 你看有一个情节 说一个书店的老板 应打眼的 就想做梦 成为巴顿家人 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 什么的 这场戏呢 要圆他这个梦子 要用躺着 报告刚一打着呢 他不对呢 一问 说躺着车 你都来呢 就拧下钥匙 着着火 就这么会儿工 就得五六千五千 而且那是躺着 整个一个躺着车队 这他也弄不起啊 没办法 就通过这个夜经 因为这个人有门路 东弄西弄 求爷告奶奶 最后总算把躺着给他 用他没有钱 看不见我们是美军了 任何人都要出示证件 有情报说 德冠正化妆从美军 在这一带搞破坏 老家在哪里啊 家里夫妮 我们一听听 家里夫妮 我们一听听 家里夫妮 这冯小刚当时为了这个 真是求爷爷告奶奶 就最后尤其这个片子 要过审的时候 专门找有门路的人啊 求啊 谁能一尽快 我审过了 我好赶紧上一额 好怎么着 不仅这样呢 他还打破自己原来 那些固有的认识 真是虚心挺虚 人们群众意见 你把我说里边有那么个场景 说这个 傅标演那个角色 在家里天天欺负他媳妇 他媳妇不只声 一来睡寿 他琢磨什么受气 是件挺过瘾的事 所以呢 他要缘一个受气的梦 在这里头 葛优呢 和刘培两个人 装成这个地主地主婆 就有名的句台词 在案合同办呢 地主家也没余粮 就那段 回老爷太太 张建护家的租子 还是没收齐啊 那不成啊 在案合同办呢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说这傅标受气呢 得给这个地主婆啊 捶腿啊 捶背 这个时候呢 紫金城野公司 有一个女的经理 就提个意见 说你这段这么拍不行 不够惨 你得让傅标跪着 给捶腿 这才有意思 冯小刚 当然说你懂什么 你提意见 这时候这女的 也不是擅长 怎么着 我是我不懂导演 但我是观众啊 我懂得观众喜欢啥呀 你这时候不这么拍 我认为就不合理 冯小刚马上说 行行行 我照你这是 一时效果挺好 就这么的 这一段就杀了 你让我拿着 天 sewing 你把这上 7个红色 coefficients 香港 text 老云 汤 时 母荫 很豪自 录 zar 其他 就是 你说呢 别扎退生活 这冯小刚为了能让这片子 获得大众的欢迎 他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 把自己原来坚守的很多东西都往后退 你看他最后多上心 这个电影开始来一场典映 就适应的时候呢 全国院线的经理来看 你觉得好你就买回去 这也可以说这次适应呢 是决定这个电影票房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我放映的时候呢 声化不对位 啥意思就是声音和画面不同步 出点小故障 把冯小刚击哭了 你说他得多上心吗 最后调整好了之后这才算 放出去很多人一买 冯小刚这心才落了地 谢谢大家